原文在座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兩個流羅將馬匹和兵器拿到來, 秦武借著燈籠火把紙車看, 沒錯! 果然是秦勤的黃標馬銀裝簡, 秦武看了之後,就深信不疑, 包債主,正說禮貌不周,請多多原諒, 既然如此,老身就上山打擾了, 哎,伯母你過欠了, 日後我們一起歸堂, 這樣就是一家人了, 伯母,隨行的眷屬盡可以在山上安歇, 山仔上空房有限, 這些護船軍兵可以留在船艙休息, 咦,回頭我就會派人送酒菜來了, 包皮能講完, 就吩咐那些手下, 抬來了幾頂山繳搭好船板, 秦武吩咐白遣到白遣真兩將, 護船守候, 帶著自己的媳婦賈壽英, 那孫秦懷勇,和徐衛妃,以及公俄洗女一行十幾人, 就上了河岸坐定山橋, 起程就奔二龍山山仔而來, 包皮能請秦武在正宗的虎皮膠椅上面坐定, 賈壽英拉著秦懷勇和徐衛妃分兩邊坐落, 這個時候, 聚義廳裏面燈明足亮的火把環繞, 照耀到如同白酒, 秦武立了眼, 只見這間聚義廳明午暗久的家套房, 聚義廳中間掛了一幅中堂, 而旁邊掛了一副隊, 上面寫著, 拳打南山猛虎死, 速踢北海交龍騷, 嘩,真是獨具一假, 想不到這些山賊草構的巢穴, 還真是佈置到有些名堂氣勢不凡, 秦武正在看著, 忽然之間聽到腳步聲滴滴答答, 聚義廳門口進來八個匪徒, 嘩,一個個愚囊似虎兇, 凶臣惡散, 來到秦武面前一拱手話, 結果老太太, 秦武當堂打個彈, 蛤, 你, 你們是, 包皮能的話, 大武啊, 大必驚慌, 他們, 就是山賊的八大金剛, 八元戰長, 嘩, 你們一日, 和老太太報上明來, 嘩, 我乃是, 花蝴蝶, 劉慶, 我是夜遊神, 豆雷, 我是催命判官, 曹四海, 我是活燕王, 與五江, 我是一枝花, 萬里雲,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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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 三隻手, 羅, 羅, 羅九州, 我叫做黑蝶子, 黃龍, 我叫做白眼龍, 紅後七, 各位, 聽下這些名字, 知道什麼回事, 全部都齊了, 這些人, 不能惹的, 秦武說, 你們真是八大金剛猛獎, 日後到了長安, 唐主一定會重用你們的了, 跟著秦武指指徐衛妃說, 這一位, 是分配二王千歲李世民的一品夫人徐衛妃, 眾將就按君臣之禮參拜了, 這些山賊草叩, 又哪裏懂得什麼君臣之禮, 隨便隨便進去便算了, 秦武說, 我兒子現在在哪裏呢, 快帶老身去看看他的病吧, 老太太, 你不用急, 你兒子的病, 只不過是不能說話, 四至五座沒有病, 我爆某, 做到切法調治的了, 一、兩日之內, 我確保他會傳遇的, 我現在請他出來, 叫你們合家團聚, 包皮能講完, 走入套奸, 不需要一陣子, 帶了個人來到廳前, 向秦武施禮打工, 秦武假秀英, 隨衛非非一體, 連小少爺秦懷玉, 亦都將兩隻眼睹得大大, 看過這個是不是他爹爹, 只見這個人, 頭戴英雄帽, 身著五虎青, 騎馬兜堂褲, 觸登賤虛, 腰紮著思聯帶, 身高滿將耳, 面如古月生輝, 臉此淡金道勇, 未此利劍入奔, 沐浴明珠朗星, 鼻證口方, 凌國分明, 三樓胡蘇飄沙空前, 真是英雄相貌, 實是浩傑身形, 頭上有千層殺氣, 面前有百步威風, 秦武一體, 果然是自己的兒子絲毫不差, 嘉壽英一體, 果然是自己的丈夫一點都沒有假, 而徐衛飛一體, 果然是虎將陳瓊千真萬確, 小少爺一體是他爹, 臨不臨聲走上去抱著腳, 說,爹,爹呀, 托我啦, 娘說, 他說他想著你, 小孩子天真無邪, 不分場合, 什麼都說不完, 嘉壽英當堂滿面通紅, 馬上伸手把小少爺拉過來, 小孩子又不聽話, 爭著要過去, 哎呀, 你聽話才行, 你父親有病, 你不要這麼頑皮啦, 啊? 我爹爹有病? 我不信, 讓我問問他, 爹,爹呀, 你真的有病? 哎呀, 你只是靈頭, 不說話的啊? 快點過來啦, 你父親, 他不可以講話啊, 不可以講話? 我不信, 我一歲都會講話啦, 他三十幾歲人, 他什麼也不會講話啊? 騙我的, 小少爺將嘴一嘟, 插著兩個拳頭, 照著他爹爹, 吐過去了, 你騙我, 騙我的, 你講不講話? 你再不講話, 我叫娘親, 拎你的耳朵, 那本來大廳裡面的氣氛 是很嚴肅的, 婆媳兩人和徐衛妃的心情 就很沉重, 經小少爺秦懷玉一鬥取, 氣氛反而輕鬆活潑了, 秦帽就說, 唉, 真是未懂事的小孩子, 懷玉, 快點過來, 大奶啊, 你父親有病, 不准這麼白眼, 那好吧, 老太太平時教子友方小少爺, 最聽她的話的, 乖乖地站過來, 秦帽看下自己的兒子, 心裡真是很難過, 兒子啊, 你可不可以叫娘親亮聲呢? 秦帽領領頭, 指指的嘴, 意思是說, 她不可以開聲, 唉, 今天我們母子難中相逢, 你又不可以說話, 你叫為娘的, 幾心痛才可以啊, 兒子啊, 你不可以說話, 你的手可以寫的, 拿些筆墨子張來, 你心裡有什麼想說的, 你就寫出來給我看啦, 秦帽聽到這麼說, 當堂打個黑痴, 秦帽更加擔心了, 兒子啊, 你幹什麼啊? 那個包皮能, 馬上衝上去插嘴說, 唉呀, 老太太, 你不要再追問她才行, 她得了這個病, 說不可以話, 心裡已經很急了, 你越是追問她, 她越是急, 病情會加重, 就反而害了她, 唉呀, 今天天色都不早了, 大家不如早點安歉啊, 那秦帽唯有長嘆一聲啊, 唉呀, 那好啦, 對了各位, 前面已經說過, 這間聚意廳是明五暗九的, 那什麼為之明五暗九呢? 就是五間大廳的四間套房, 包皮能就將秦帽和徐衛飛, 安排在西間那兩間套房裡面休息, 就叫賈秀英和小少爺, 跟著秦帽就去東邊那間套房裡面休息, 看起來也合情合理, 老婆小孩應該住在一起的話, 將上了山那些公俄洗女, 帶到去聚意廳外面的側房都住了, 包皮能就叫小頭目布下光燒, 跟著就跟八大金弓帶著一群匪徒, 和很多的酒菜下山而去? 那到底下山做什麼呢? 這裡暫時就不講詞。 現在單是講一下賈秀英, 他帶著小少爺跟秦帽來到東邊那間套房, 先插上門出點上燈, 哄小少爺秦懷玉上床睡覺, 小孩子睡著了, 兩夫妻堅定堅坐在床邊, 賈秀英默默陷情看著丈夫, 心裡也很難過, 官人啊, 我們夫妻分別已經有幾個月, 今天在山寨相會, 想說說心裡話, 你又不可以說話, 真是令到我好心痛啊, 賈秀英講一下, 講一下就頭痴痴眼濕濕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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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然之間秦帽狂笑不止, 賈秀英當和大雀一禎, 他擔高頭一看, 只見丈夫的面上, 露出了奸渣的笑容, 啊?官人, 你,你幹什麼呀? 哈哈哈哈哈哈, 秦帽又是狂笑幾聲, 滿臉淫氣撲人, 一手抱著賈秀英, 狂親亂吻, 賈秀英更加驚異了, 官人啊,你瘋了嗎? 哼,我呀, 一點都沒有瘋了, 難道你病猛了? 我更加沒有猛, 既然你又不瘋又不猛, 你為什麼要騙人呢? 哎呀, 這麼久沒見, 快點過來啦, 講下講下, 他就一手抱著賈秀英, 歡意解構, 賈秀英拼命掙扎, 在一剎那之間, 他又驚而變為警惕, 覺得事情不免, 知夫莫若妻嘛, 對丈夫的陰庸笑貌, 他了如指掌, 不對勁啊, 幾個月不見, 丈夫的聲音都變了, 再講他從來都沒有這樣笑過的, 秦官人知書達禮, 即使是夫妻, 也都很有規矩, 怎知道今天這樣呢? 賈秀英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對方越來越粗魯, 死攬硬抱, 私衣復解三樓, 賈秀英他掙扎不甩了, 他就用雙手, 卓力握住對方的右手, 嘿呀, 這樣一握他, 當堂打個凸, 全部都明白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他這樣一握, 發覺對方的右手, 有六個指頭, 靜眼一看, 大母子外面, 又生出小指頭, 我那個丈夫, 哪個是六指的呢? 確信無疑, 這個人不是陳慶, 一定是山賊野狗, 賈秀英想到來這裡, 他怒火消心, 大喝一聲, 你和我停手, 你到底是什麼人? 對方一嫉, 嘿呀,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你的丈夫陳慶, 我呸, 你如果說了實話, 我就算數, 你如果不老實的, 我就和你一死雙拼, 嘿嘿, 嘿嘿, 哈哈哈哈, 對方奸笑幾聲話, 好, 事到如今, 不怕老實跟你說, 告訴你, 我聖曹明英志天慶, 愛好叫做彩春慶, 人人都說我, 和你這個死鬼老公, 生到一模一樣難變真假的, 我自幼學藝, 練習到一身過硬的功夫, 什麼禁鐘炸鐵沙掌, 十八般武藝, 我健健精通, 告訴你, 我是二龍山上的大首領, 我手下有八大金剛, 我統順著上千的流羅兵俊, 還有一個軍師, 飽屁能啊, 有人送信給我, 說你婆媳兩人離開山東, 哼, 我早就已經報下天羅地網, 水路罕路都埋有伏兵, 我這隻船, 多不是畏財, 亦都不是畏補, 我只是想應取你假仇應, 今晚我們山寨相聚, 我就日於封你為額寨夫人二手領, 怎樣啊, 做不喜歡啊, 呵呵呵呵, 那個強賊, 揚揚得意, 圓形不老, 列女賈壽英真是火無千丈啊, 他指著曹英破口就罵了, 你這個壞人, 你真是有爺生無辣交, 這樣的事你都做得出來, 你都有姐有妹的嘛, 壓債夫人, 你就叫他們來做啦, 賈壽英越罵越火滾, 曹英他引無可引, 大喝一聲啊, 你和我閉嘴, 不識台舉, 你如果敬酒不喝, 喝佛酒的, 哼, 老老實實告訴你, 本大王不是太老闆的, 我告訴你啊, 宅門早就已經落鎖, 廳外面是設有光哨, 你就算是插役啊, 你都飛不出二龍山的, 我現在再寬限當你一個時辰, 好好地想想, 我就出去辦在這裏事, 想死亦或想生, 你想真點啊, 蔡秦琴, 曹英講完, 帶著幾分笑意, 就出了套奸, 他先挖一聲, 就將門鎖得死死實實, 各位, 曹英到底出去辦什麼事呢? 啊, 好像他這樣的人啊, 哪裏還有什麼好事所為啊? 這個山寇不但殺人短度, 還是一個經常採花倒柳的人賊, 徐衛菲比賈秀英更年輕更美, 曹英早就已經看在眼裡, 急在心上垂現三寢, 他本來是想利用合法身份先霸佔賈賈秀英, 然後勾引徐衛菲, 誰知道就被賈秀英識破真相, 大罵了一頓, 知道他不在乎, 他心想, 哼, 罵? 喜歡罵的, 你就罵他三日三夜吧, 說完, 無論怎樣你都沒有辦法飛出我的掌心, 我現在善理你, 讓我搞定那個, 就慢慢來拋制你, 這個淫賊想好了, 他就來到西吐北邊的那間房, 先拿鎖匙打開鐵鎖, 然後輕輕拍門小小聲叫, 貴妃, 貴妃, 開門的貴妃, 徐衛菲這個時候, 正是和意躺在床上面, 這個時候他還沒睡著的, 為甚麼呢, 當然啦, 住在這個賊鬥裡面的提心吊膽, 他恐怕這些強盜會胡作非為, 今晚住在這個地方形勢所迫, 對於賈秦琴, 徐衛菲是沒有懷疑, 至於他見爆皮能那個樣子, 再看看八大金剛的來頭, 他真是很不放心的, 有人會問, 剛才賈秀英大罵賈秦琴的時候, 他沒聽到的嗎? 沒有啊, 前面已經交代過了, 最容易聽到是明五暗九家套房, 巨石裏牆, 一道山長三尺幾口, 而且套房又是在暗間裏面, 兩頭隔著幾道實實的山長, 石頭又隔音, 所以他甚麼都聽不到, 徐衛菲正在床上想著心事, 聽見有人叫門, 嚇到他, 心驚肉條, 立即翻身下床, 貴妃, 貴妃, 開門呀, 貴妃, 你是誰啊? 你不用怕, 我是秦琴呀, 你胡說, 秦琴中風不穴, 怎麼可以說話呢? 唉, 那不是有甚麼奇怪呢? 我只不過是一口痰, 啃著喉嚨開不了聲的嘛, 正說你大嫂和我搓了搓, 那口痰吐了出來, 那天都光曬了, 徐衛菲聽聲, 他是難辨真假的, 雖然他和秦琴在金庸城見過面, 但是從來都未曾聊過, 那天, 再說病好得這麼快, 有陣子也有可能的, 但是三更半夜他來做甚麼呢? 先問一下才行, 秦琴公呀, 你的病剛剛好回來, 為甚麼你不在房裡休息一下, 你來這裏有甚麼事呢? 貴妃, 我有要事品報, 你快點開門吧! 新夜相見, 很不方便的, 有事明天再說吧! 是呀! 這件事, 十萬火急, 情方有扁, 答案不行的! 徐衛菲一聽, 情方有扁, 啊! 莫非包平能, 口是心非, 有意加海? 生死關頭, 不可以誤錯大事的! 徐衛菲想到這裡, 亦顧不得禮儀了, 馬上點著蠟燭開門一看, 果然是秦琴, 他怎知道這個是武牌貨來的! 那個假秦琴一入門, 一摟就坐在床上, 徐衛菲又沒辦法, 唯有站在床前, 因為那個套奸沒多大的! 陳恩公呀! 情況怎麼有變呢? 你快點說來聽聽! 好! 我說出來, 你千萬不要生氣, 啊! 那個假秦琴曹英, 笑騎騎地說了, 廢非! 我對唐家, 可以說是恩中如山, 你的家公臨同山下租賊運的時候, 是我陳琴單槍匹馬退了強敵, 將他救出來, 而李世民在金庸城內陷入羅網, 亦都是我放他出監獄的! 你這趟, 你偷我娘下山, 惹下了彌天的大禍, 魏王李密要將我運斬, 我這趟頭堂很不容易啊! 經過二龍山受驚, 得了重病, 來想想, 為了你們唐家, 我受了多少委屈啊! 徐衛飛又點頭話? 秦恩公啊, 你的恩德我好感激, 回到長安之後, 這樣, 就用高官厚錄來報答你啊! 嘻嘻嘻嘻, 高官厚錄, 我不想要啊! 那麼, 陳恩公啊, 你想要什麼呢? 我單是想要天之國色, 未嬌妻! 老實告訴你, 我這趟頭堂, 正是為了你啊! 蛤? 徐衛飛聽曹英這樣說, 扭到她臉色都變了, 你給我收聲, 我還說你是聖人柳夏威, 原來你就好像前朝的陽光那麼沒有規矩, 我還說你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誰, 誰知道你原來是混亂朝貢的壞人, 我若不是念在你對唐家有恩義, 回到長安, 我就肯定不要恕你! 唉! 貴妃! 什麼你這個人這麼蒙色啊! 人世之間啊! 從哪裏有什麼柳夏威節啊! 都是那些書生立戀吹出來的, 自古啊! 有多少英雄啊! 彩花杜柳不足為奇啊! 就算是山東曲佛的孔聖人, 他也曾經拜到在衛國男子的赤樓裙下, 更何況我這個凡夫俗子啊! 唉! 來來來來, 我們日雨今晚, 共拜天地, 來啊! 那個賈秦卿不知羞恥, 說到這裏就動手動腳了! 各位, 徐衛菲怎樣對付這個淫賊呢?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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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